OK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什么 知识点一 绘图的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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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Qt的绘图系统 允许使用相同的API 就是用户接口在屏幕上 或者打印设备上进行绘图 整个绘图基于什么画家 Painter就是画家 Painter device 是画图设备 device画图设备 那么还有engine 绘图引擎 说白了 就是我们绘图 就三点 画家 画家就是说画画的动作 画画的实施者 设备是什么呢 在哪个设备上画 就在哪个画部上画 那绘图引擎呢 就是你用画笔画 还是用画刷画 这下都是绘图引擎 好了 那么这个 注意好 我们绘图是基于这三个类的 注意画家 设备 绘图设备 绘图引擎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Copainter 是我们的画家 画家 这叫画家 画家干嘛呢 使用 使用 使用什么 使用 这是他们三者的关系 使用绘图引擎 使用绘图引擎 这是绘图引擎 收牌就是绘图工具 绘图工具 绘图工具 那么在哪呢 在 在我们什么呢 绘图设备上 这是绘图设备 绘图设备 绘图 绘图 绘图设备 干嘛 上 画画 OK 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对上面这个描述 描述 我这就不多说了 那么 Penta是用来执行绘画的操作 Device是个二维空间 它就是画筑设备 就是二维的空间抽象 这个二维空间呢 是允许我们的画家 在上面绘画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画家的工作空间 那么绘图引擎呢 提供了画笔 在不同设备上进行绘画的统一接口 绘图引擎应用于画家和绘图设备之间 通常呢 是对开发人员透明的 除非你定义一个自己的绘图设备 那么我们可以把画家理解成画笔 那么绘图设备理解成画画的地方 比如纸张屏幕 而纸张屏幕而言 肯定要使用不同的画笔绘制 为了统一使用一种画笔 我们设置了绘图引擎啊 那么他们之间的层次结构是什么 就是画家使用绘图引擎 在我们的绘图设备上去画画 它的层次关系啊 就是这样的 那么上面试图告诉我们 Qt的绘图系统实际上就是使用我们的画家 在我们的绘图设备上绘画啊 之间使用我们的绘图引擎进行通信啊 进行通信啊 那么我们绘画啊 绘图事件啊 一定要画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重写我们的绘图事件啊 注意啊 我们在绘图事件里面画画的时候呢 啊 就是要干嘛呢 要在我们绘图事件里面画画 这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这注意啊 注意 注意 如果不是 就是说 如果啊 如果在主窗口啊 主窗口 主窗口上 绘画啊 绘画的话啊 绘画的 那么请在啊 如果你想在你的主窗口上去画画啊 你想在你的主窗口上去画画 比如说你要画个背景图啊 画个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希望是什么呢 希望干嘛呢 希望是什么 就是啊 必须在哪呢 在我们的绘图啊 绘图事件中完成啊 在我们的绘图事件啊 事件中 完成 绘画啊 要注意绘图事件 绘图事件是什么呢 绘图事件是啥呢 就是我们的 paint event 啊 那么画画呢 啊 就是 paint 什么 event 这就是我们绘图事件中完成 那么绘图事件啊 就是绘图事件中完成了 绘图事件 你看 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的绘图事件啊 说了那么多的绘图事件啊 哦不对 那么多的事件 大家发现没有 事件基本上都是什么 绘图事件呢 虚拟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干嘛呢 所以说啊 由于啊 由于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嘛 绘图啊 绘图事件的话 我去找一个绘图事件啊 组窗口的话 组窗口假设是 coVitigate啊 Vitigate Vitigate 那么这里面呢 重载了保护函数啊 里面有没有一个 这就这么尴尬了 说着都找不到了 绘图事件啊 绘图事件啊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绘图事件 大家看看 这修饰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invent啊 Vitual修饰的 Vitual修饰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绘图事件 Pain Invent Pain Invent OK 我再重新给你们找一下啊 找一下找一下 事件 P开头的啊 P P呢 没找到 没找到 无所谓啊 没找到 就在他爹那儿去找 找不到就在他爹那儿去找 反正 他爹是谁 他是爹是这个 P开头的 P开头的 他爹找 他爹这儿也找不到 那就在他 他爷爷这儿找 绘图事件啊 绘图事件 算吧 直接 完了 这这这 我看 跑哪儿去呢 笨该啊 可重重写的 那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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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这儿进 哪事件 绘图事件 绘图事件 就在这儿 出手画家 我看 这儿找 绘图事件啊 OK 那我去给结构图 在哪儿去找啊 第一个是我们的 组窗口啊 组窗口 这个位置 首先他是 这是他 他这个是虚拟的 肯定是能重载的 对吧 啊 重载的 啊 重 就是重写啊 能够重写 那么 这个地方 单击进到这儿 里面去 事件里面去啊 绘图事件啊 绘图事件 单击 那么单击过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单击过后 那么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他的 这个事件里面 他有个分类啊 分类啊 分到哪儿呢 有一个什么呢 不好找啊 不好找 就是有个绘图事件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绘图事件 那么这个绘图事件 我们要在这个绘图事件 里面去干嘛呢 去绘画啊 绘画 一定要注意 那绘图事件呢 它到底是怎么写的呢 你要单击它 单击它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绘图事件啊 绘图事件 它是属于 co-witigate的绘图事件 看到没有 co-witigate的绘图事件 那么这个绘图事件啊 一定要注意 呃 我看一下这个绘图事件 等会我看一下描述啊 他说 这个事件能够允许我们 在我们的什么 组窗口上去绘图啊 然后呢 可以去通过update 去重载啊 重载它啊 update重新绘图啊 update 当update的时候 被调用的时候呢 这个系统呢 将会发送啊 发送什么呢 绘图事件 你看到没有 当我们这个update 被调用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 这个系统啊 会发送我们的绘图事件啊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 发送 非常重要的啊 说说啊 而且我们建议使用 你看到没有 啊 我们建议使用了update啊 在任何时候都我们 尽可能的使用什么 我们的update 去重新绘图啊 重新绘图 那么这个地方啊 就是 其实这 这它可以通过repaint 这叫重新绘图 也可通过update 去更新绘图啊 update的调用的时候 它会去触发 我们的 绘图事件啊 绘图事件 那么我给大家说在这儿 其实我们接下来讲的 这个不会用它 但是一会儿会用啊 一会儿会用 所以说到时候 我们去看的时候 希望呢 大家留意一下这一点点啊 留意一下这一点点 我接下来吧 接下来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啊 大家留意一下这些单词啊 留意一下这些单词 那么这是绘图事件 一定要注意它虚拟的啊 保护的啊 虚拟的 然后呢 这儿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建议使用什么 我们建议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当什么 当我们的这个update 被调用的时候 update被调用的时候 注意啊 update被调用的时候 它会干嘛呢 它会发送一个绘图事件啊 而且呢 也建议使用我们update去 尽可能的使用update去啊 OK 好 OK 那么这儿做一个 就是留意一下 到时候 到时候呢 用到时候了 我再给它回过来说啊 好了 那绘图事件找到过后了 注意啊 我们要去绘图的话 我们先创建一个什么呢 创建一个工程啊 创建一个工程 大家注意 如果我们想在组窗口 就要用绘图事件去完成 如果你想画的图 保存成一张图片的话 一般都用绘图引擎啊 绘图引擎 绘图设备啊 我们有很多绘图设备 这个对后期做一个 OK 那么这个地方选择什么 waitgit选择啥都可以啊 啥都可以啊 那么要不要UI文件都可以啊 要不要UI文件都可以啊 OK 那么UI文件 如果用UI文件的话也可以 你看到没有 UI文件也可以 UI文件呢 我们去啊 也可以用UI文件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用代码去完成啊 也可以用代码去完成啊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呃 我们这儿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 构作函数啊 构作函数 那我说了要重写绘图事件啊 重写我们的什么呢 绘图事件 啊 绘图事件 那么绘图事件一定要注意啊 绘图事件 我们有很多啊 绘图事件 就是Penting event啊 注意啊 绘图事件在这个位置找到了啊 注意啊 那么我们要去干嘛呢 首先干嘛呢 要去重写啊 重写我们的什么呢 在我们的是VDGate里面去干嘛 去声明啊 声明 声明什么 就是重写绘图事件啊 重写啊 重写绘图事件啊 绘图事件 那么这儿仅仅是什么 声明啊 声明啊 一定要注意声明 那么那绘图事件是怎么写的 注意啊 这儿复制过来 是Vitcher修士啊 复制过来 这个肯定是不能要的啊 这个是它只是个描述啊 它是本来是一个 续函数啊 是个续函数 OK 好了 这个地方呢 弄这样啊 OK 那么由于在内容声明 是不需要加重用语的 除非你在内外实现的时候 需要加重用语 这是我们的 呃 绘图事件啊 绘图事件 那么这是在哪儿完成的 是在我们的构造函数中啊 是在我们的构造函数中 啊 这是在我们的 这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VDGate VDGate.h啊 的内容啊 不叫内容啊 内容啊 一定要先实现 我们的绘图事件啊 先我们声明绘图事件 然后再干嘛 再去实现啊 实现 那实现呢 就是Alt加回车啊 Alt加回车 那这儿呢 就是在干嘛 就是重写绘图事件 重写绘图事件 重写绘图事件啊 它有这几个准备啊 有这几个准备啊 好了 那么这个是在哪儿完成的 这个是在VDGate.cpp里面啊 VDGate.cpp里面啊 去写的 OK 那么这就是啊 这就是我们干嘛呢 注意啊 那么这个绘图事件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重写过后啊 重写过后 大家注意一下 这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说我们的绘图事件啊 注意啊 这是第一个啊 要在绘图事件中完成啊 一定要注意 那么绘图事件 什么时候调用了啊 什么时候调用了 注意当当什么 就绘图啊 绘图事件调用的时机啊 绘图 绘图事件啊 绘图 绘图事件 那么调用啊 调用的时机啊 调用的时机 它什么时候调用 这一定一定要注意 注意一下时机 那调用的时机 它有两个啊 有两个 哪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窗口启动的时候 窗口加载的时候 它会调用绘图事件 那么第二个就是人为的调用方法 就是update update或者repaint update方法 update方法 那么调用这个的时候 它也会去触发这个绘图机制啊 绘图机制啊 一定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现在我呢 现在我的时候就不用去干嘛呢 不用去用update 为什么呢 因为窗口 窗口加载的时候 它会调用一次 那也就是说窗口加载完成 我就可以绘图完成啊 绘图完成 OK 那么在绘图的时候 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啊 先要定一个画家啊 先要定义一个画家啊 画家啊 画家啊 在哪画呢 在绘图事件里面画啊 就是定义啊 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 画家啊 画家 那么定一个画家啊 一定要注意 那么定一个画家 我们去干嘛了啊 注意啊 定一个画家 那么定一个画家呢 就是cobainter啊 painter 那么最好包含一下头文件 最好是包含一下头文件 那么这就是定义一个画家啊 定义一个画家 pntrpainter啊painter new啊 画家啊 定义一个画家 啊 属于副对象 是属于我们当年组创口啊 ok 那么这个画家啊 注意画家 画家如何去画画了啊 不说画家画画 不是说你要去画画画啊 说白了就是加在图片啊 说白了就是 加在图片了 画线画源画点等等这些啊 画线画源画点啊 这这些东西啊 那么要画一张图片的话 你看我们画一张图片 首先咱们这儿是没有图片的啊 咱们这儿是没有图片 我去去整个图片过来吧 整个图片过来 那图片有了过来 要加资源啊 要加资源 那么首先是添加新文件啊 选择qt 选择resource file啊 回归一下啊 选择我们资源名称 这儿可以随便写resize 然后呢 完成啊 完成 然后天就是添加前缀 添加前缀 然后再添加我们的文件啊 添加我们的文件 那么添加文件呢 选择我们的所有文件啊 所有文件 添加上去啊 不管用不用的上 添加再说啊 添加再说 好 保存所有 OK啊 OK 那么这儿添加进去过后啊 添加进去过后呢 这儿就有我们的资源啊 这儿有我们的资源 看到没有啊 这儿有我们的资源 那么资源的话 我们找一个找一个 找一个好看一点的啊 好看一点的啊 嗯 树林啊 这个这个海盗船啊 就这个这个图片吧啊 那么我们把它加载到我们的 比如把它设成背景图片啊 比如设成什么呢 我们的 背景图片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呃 看一下 就是我们去设置一下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去画家啊 画家 那么画家啊 接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画家啊 那么画家 Copenter画家 他又画多少东西啊 注意啊 Copenter画家 画他怎么去画啊 大家看一看啊 在这儿啊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注意一下啊 注意 注意 那我们写个案例啊 案例干嘛 就是画 画一个 背景图啊 背景图啊 背景图 好 那么画家啊 我们画家是Copenter 他的方法有哪些啊 就是Copenter啊 他有哪些方法 到底我们怎么去画啊 怎么去画 那你必须要明白 那么他有哪些方法 画家的方法 那画家的方法呢 你要去查看 怎么查看 就是查什么 Copenter啊 Copenter 那么公共函数呢 这儿大家看看 这儿有很多很多啊 画的 画什么呢 画 画我们的东西啊 大家看看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开始结束 做啊 你看看了这个 看了这个就是要画的 会画的啊 会画的啊 注意这个地方啊 这是一地一地 注意啊 这是一地一地 注意啊 那么像这些是画啊 就是画 这个是画什么 画 好像是长方形 正方形的啊 长方形 正方形的 然后呢 画圆的啊 画椭圆的 画图片的 你看到没有 画image图片的啊 画image图片的 画线的 你看到没有 画线的 画折线的 加S是代表什么 画折线的啊 不带S 就画一条线的 画一条线的啊 那 那画图片的 画这个picture image 还有pixmap 都是画图片的啊 都是画图片的啊 画点的 你看到没有 画点的 啊 很多很多啊 这个应该是 举行吧 这是画 好像是画 画举行的啊 还画文本的 你看到没有 画文本的 画文本的 等等这些啊 应有尽有啊 就是各种各种各样的画线啊 到时候我们 给大家去说啊 这就是我们呢 干嘛 就是我们 画画的啊 就是做啊 你只要看得以这个 daw啊 开头的 那么都是绘画的啊 绘画的啊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的公共函数中啊 公共函数中很多很多啊 我这就不一一列举出来啊 不一列举出来啊 全是绘画 绘图函数啊 绘图函数 那这呢 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的绘图函数啊 有点注意 绘图 好了 那这个呢 一会儿我们用到哪一个 我们再说哪一个 我这就不说了 这有很多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还是看到这啊 就是什么 就是 我们去啊 我们去画一个图片啊 画一个图片 那么画一个图片 首先你要有一个图片空间啊 首先我要画一个图片 我的定一个画家干嘛呢 就是 我的需求是定一个画家 他画图片 背景图片最多是画图片 对吧 画图片啊 那画图片的话 画图片 那么画图片的话 你首先要有一个图片空间啊 所以说还要定一个什么呢 定义啊 一个图片空间 你才能画嘛 图片空间 那图片空间是什么 就是Qpixmap啊 pixmap啊 pixmap啊 那么图片空间呢 这是包含一下图片空间 是Qpixmap啊 pixmap 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首先定一个图片空间 那么为什么要定图片空间 你不定图片空间 你连图片都加载不上来 就这么简单 你要定一个图片空间呢 就是把图片加载上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绘制到什么呢 绘制到我们的主窗口里面 那么加载是什么 前面说过 pixmap loader 加载啊 加载一张图片 那么加载一张什么图片呢 大家看一看 加载一张什么图片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冒号了表示资源文件 image下的 image下的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 这个大写的啊 这个 苏林啊 这 gpg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gpg啊 那么我们来看 鼠标移上去 他能不能看到 能看到这个啊 好了 那么这个东西啊 在绘画绘图的时候 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啊 绘图的话 一定一定要注意啊 嗯 绘图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窗口 给他来个大小吧啊 窗口的话 窗口设置窗口大小 他应该在这个位置 this啊 this干嘛呢 就是 给他一个大小 resize resize多少了 就是 800x600 800x600 600 那800x600 我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他是不是800x600 起不起作用 我因为我用了UI了 800x600呢 可以啊 那就可以啊 800x600 OK 好了 那么就800x600啊 注意啊 那么这时候呢 有了这个 这就是图片空间 图片空间 它具有什么呢 加载我们图片的功能啊 那么加载图片功能呢 还可以 它可以干嘛呢 对我们的图片 进行了修改啊 PixMap 它可以对我们的图片 进行修改 所以说我们干嘛 修改图片大小 修改 图片大小 图片大小 为什么修改图片大小 大家想想 我要把这个图片 作为我们的背景图片 那么这个当图片的大小 是不是应该要和我的背景 和我的主窗口一样大 对不对 你别画个背景图片 还有一半没 没站上 对吧 所以要修改图片 那么修改图片是谁修改 是这个像素PixMap 去修改 所以说我们要去查PixMap 扣PixMap 它除了有load以外 load以外呢 还有什么 就是我们的是 调整它的大小 调整它的大小 是什么呢 Scale的 SSS 对 就通过这个函数了 去调整我们的什么 调整我们的 它的宽高 你看 宽高 所以调整它的大小 你看调整它的大小 调整什么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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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图片 图片大小 为什么调整图片大小 因为我们要 因为你原始图片 有可能和你的主窗口 不一样大 是不一样大了 所以说 一定要记得干嘛 我们去调整它的大小 保证和我们的窗口一样大 那么调整呢 是我们的PixMap去调整 是Scale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大小 Size Size 那么Size 它除了这种Size 还有了宽高 后面就不管它 这是忽略这些 不管它 因为它都缺整参数 我复不复制都可以 那么这个大小为多大了 伙伴们 这个大小为多大 我的需求是和我们什么 窗口一样大 大小是和窗口 窗口一样大 一样大 注意啊 和窗口一样大 一样大 所以说这个图片大小 应该和窗口的大小一样 那么窗口是不是也有宽高 所以说我在设置大小 说Z是什么 Z 什么呢 Z中的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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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时候把图片改好了 过后 接下来就是干嘛 就是画家 画画画家 画家在哪 在我们的 在主窗口 主窗口 绘画 OK 怎么去绘画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画家 画家是谁 是Painter Painter 画家是 画家去画 Painter 画的是什么 DL AW做 AW做 那么他画的时候 注意 我的对象 我要画的是什么 我要画的是PixMap 看到没有 我现在定的是 图片空间是PixMap 这个类型 说说你画的时候 也要画PixMap 你不能画Picture 我定的是Picture 你才能画Picture 我定的是PixMap 你只能 才能画PixMap 那PixMap 这来参数来 这要注意 它有宽 就是在什么位置画 它画多宽 它画多高 然后呢 给上我PixMap 对象我画谁 看到没有 这就是画谁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大家看看 这是从什么位置画 你可以在任何位置画 那么你这画的宽的高 然后呢 画的是谁 那么这个空间 图片空间是谁 就是刚刚我们加载过来的 说说我从哪画呢 我就从00的位置开始画 00的位置开始画 那画多宽呢 就是ZS中的 ZS中的宽度 就是窗口有多宽 你就画多宽 窗口有多高 你就画多高 画多高 看到没有 然后呢 画谁呢 主要它这个地方是引用 引用了就传Pix 我就画它 我在我的窗口画它就行了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你看这就是一个背景图片 是不是出来了吗 背景图片 这就是干嘛呢 就是我们这 就是背景图片出来了 那么这就是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 OK 那么这种呢 画出来过后了 至少比什么呢 比我们以前那个黑白的 是不是要好看一点 对吧 黑白的好看一点 那么这就是最简单的 画背景图片 画背景图片 画背景图片呢 我们干嘛呢 首先呢 要重写我们的这个绘图事件 不管画啥都要重写我们的绘图事件 只是在绘图事件里面呢 注意好 在我们的绘图事件 做个笔记啊 这个这个直接在绘图事件里面啊 在在什么呢 在 在 那么它有哪些材料 素材呢 首先第一个 加载图片 第二个呢 设置这个图片大小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画家 在画的时候注意 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你由于你的 你要画的对象是PixMap 所以说这个画的时候必须是PixMap 那这儿就是画这个图的起点 然后画这个图在我们窗口上 画多宽多高 比如说当前主窗口有多宽有多高 我就画多高 那么这个参数就是画谁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画他嘛 就把它传过来就OK了啊 那么运行结果 运行结果啊 运行结果 OK 好了 那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就是画背景图片 那么这个大家经常用的背景图片 这个真的用的太多了啊 你随便做啥的基本上都要用个背景图片 好看一点 对吧 好看一点 OK 那甚至你还可以做个切换背景图片的啊 切换背景图片 对不对 还做一个切换背景图片 那么切换注意 这种啊 两个这个绘图事件是什么调用的啊 是目前啊 目前至少在当前这个代码里面是什么呢 主窗口加载的时候啊 主窗口 主窗口加载的时候 加载的时候 调用的 这就是主窗口加载的时候调用 看似我们没有运行它呀 其实在主窗口加载那一瞬间就会去干嘛 它会自动调用这个printinvent 那么自动呢 整一个画家出来 自动干嘛呢 去做这些事情 OK啊 那么这是我们的绘制背景图片啊 这个事情啊 就是这个事情啊 如果我们的绘制背景图片的 我们的绘制背景图片就会去干嘛